为什么现在的真人秀越来越没下线 现实版的何不识肉迷 冰箱里有碗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 碗 碗 冰箱里面怎么有碗 是头天碗人在剩菜了 把消费别人苦难当做卖点 我非常的好奇 这两年要从一个一级账还到现在这两年 我很好奇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能够说什么 不说了 痛苦留在自己 我不喜欢咱们中国电视节目里 拿别人的伤疤接来接去 摁来摁去的 消费别人的苦难 这中国电视最大的作者 看过了网络上的高品质生活 都问了普通人的生活是啥样 你是不是有什么方法 你教我 什么方法 你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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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找不到未来的心中 他们又怎么会理解底层大众的无奈呢 你没如果不干的话 我还会接着干完 别干了 我没我的身体 我赚钱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上到那个车 总得干一碗上吧 我是一定要找到一个我做这个事情 其实在国家里带着我喜欢 我 无所谓 其不喜欢 我为了生活而已 我为了生活而已 甚至连贫穷都是设计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能力吧 能供你到大学 小孩特别懂事 小孩说姐 说不用我 说我家其实供得起我 我家也没有电视 我说下午姐 跟你去镇上 给你买台电视好不好 姐 其实我家电视放起来了 我那一下呢 我就说 哦 嗨 我怎么忘了做节目呢 其实人家家里有电视 娱乐大众结果 却变成了愚弄大众 让艺人去体验普通人的工作 这个事就很滑稽 什么也干不好 坐在地上感慨 哎呦 你们的生活跟人太辛苦了 然后一看表 哎呀 是1点50了 我得赶紧走了 再不走 我的五星机大酒店 就要关门了 大张伟就是众人间 对我独醒 现在所有人都跟那股市场 抢打包的似的 比那还惨 就一天到晚呢 那散德呀 太丢人了 你觉得丢人吗 真的丢人了 所有人其实就是因为不想去 过体力的 特别靠体力去挣钱 所以才去干这行 现在所有所谓红的人 哪个不是靠卖力去挣钱 你看这跑男跑的 一个披头散发的 哈达的都出来了 他告诉观众爱看这个 你们真爱看这个呀 所以说特别不能理解 观众是怎么了 现在我真的很想问观众 你们为什么爱看这个 这有什么好看的 不参加真人秀 是影帝张艺的底线 你看我是坚守底线的 我是不参加真人秀的 我基本上只做电影和电视剧 这两件事情 那你为什么不接受真人秀 真人秀赚钱很多的 都可以上千吗 我觉得自己不适合 为什么不适合呢 不是一个能够去娱乐大众的人 我觉得我还是在修为上 比较低的一点 做不到 一身争气的李团长 刘老师您这个性格 是不是完全不会参加综艺的 不是 他有参加完了一看 不行都回来了 赔钱吧 他们都奔钱去 那演员有的也挺困难 他就没办法就去了 你看那个脸抹了都做白 男不男女的女的 多下去 多下去 我好像都带坏了 您知道一个词叫饭圈文化吗 饭圈我真不太懂 饭圈呢 就是粉丝组成的一个组 什么样的组织 都要在地产党的领导下